社會希望能夠加薪以外 起薪也能夠提高 這部分也都有得到 他們正面的回應 賴葵喊話 要工商界拉高員工起薪 企業界老闆們 善意回應沒問題 他用不著勸我們了 我們本來就是每年 在說是勸企業提高薪水 我是覺得是有點違反 這個自由人力市場的規矩了 反宣不用政府講 上市上規企業主們 都會主動來加薪 但這力挺起薪三萬的 戰身背後 大老闆們都有但書 應該按照過去協商的 基本工資的辦法來調整 那麼過去兩年 都超過這樣的協商辦法 所以我們是主張短期內 會一再調高 言下之意 就是企業起薪若提升 政府也該回應 基本工資動漲五年 資方進一步點出了疑慮 認為大環境牽動著 台灣整體薪資結構 政府不得不重視 怎麼能夠維持一個 物價溫和的上漲 我想讓薪資的這個所得 能夠很自然的來成長 這個才是一個 我想要改善大環境的問題 政府要資方緊跟加薪 調高傾薪的腳步 預期柔性勸導呼籲 倒不如拿出實質辦法 改善台灣第一心窘境 華語新聞蘇宏杰 江賢東 陳舒曼 陳怡榮 太別把他 谢谢观看